感谢天然师的和讲师 还有线上的琴弦 大家早安 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完 三十二印十四五位功德之后 接着我们就来谈 四不四亿妙德 世尊我又或是原通 修正无上道顾 又能善或四不四亿 无作妙德 所谓的无作妙德 就是它不是假借 后天的一个修行 任何人为的造作 才能够起的一种妙用 也就是我们自信里面 本来具足如实不空的 那一个妙德 观音菩萨从耳根入手 在前面的经文 我们看到他修炼的一个次第 反流造性 然后在立位进修 正入到无上佛果 才能够重体起用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三十二印十四五位 都是果上之后才能起的妙用 乃至于我们现在要来阐述的 四不思议 无作妙德 也是如此 其实如果我们在研读 后组的人言经的经文 我们没有将前面佛陀的开示 给遗忘的时候 那么这些经文读起来 并不会那么陌生 所谓的妙妙文心 第一个妙字 谈的就是始觉制 透过三不离 我们拥有了始觉事 始觉制 开始回光返照 照什么 照第二个妙字 就是谈我们的真如自信 所以妙妙文心 其实就是反文文自信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始觉制 照本觉离体 这个制 这个体 都是自信本有的 所以称之为妙 在反照的过程当中 入流往索 你不断的定功在增加 反照的能力越来越强 你就会六根脱离 外在环境的一个束缚 这个移就是脱的意思 脱内在没有能闻的我 外在没有所闻的一切尽 你所存留的 就是那一点灵光 那一颗真如 见闻觉知不能分隔 它是谈 我们的六根 本来没有任何的障碍 可是在累结的轮回当中 我们外被六层所居限 色身相畏处罚 然后又有六根的一个分隔 所以这六根本来没有障碍 可以互用 在累结轮回受贪嗔痴的一个蒙蔽 六根不能互用了 一旦震入以后 就没有这种障碍 那你存留的 你见到的 离开能所 闻所闻尽 你最后见的就是那点真如 你围存的就是那点灵光 所以这些经文的文字铺陈不一样 其实也不过将前段佛陀 或者观音古佛所讲的修行的过程 又做了一次的描述而已 故我能献众多妙容 诉说无边秘密神咒 观音菩萨既然已经振入到真心 六根没有任何障碍可以互用 所以一生可以献多种容貌 也可以说无量无边的秘密神咒 这个多种容貌 就是后续经文会提到的 多手多臂多目 我们有看过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一个视线吗 而其中获限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 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朔加罗首 这一段的经文 前邪们不要去局尼在那个数字上面 怎么一首三首都是杨树而没有基数呢 这个经文强调的是那个手的意思 塑加罗代表坚固不坏不动 然后手是代表智慧 手就是我们的头 头在我们的全身当中 是最尊贵的一个地方 也是我们五根聚集之处 你看我们的眼耳鼻舌 不都是在这个头上呢 它是一个表法的意味 意思是说 从一个十项般若 可以永生八万四千种的妙智慧 有这些智慧就能够帮助众生 解决八万四千种不同的一个烦恼 其实我们回看自己这一生 这一生 生是指色身 另外一个生是指我们的这一个 短暂的生存的历程当中 确确实实 从小到大乃至于今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岁月 都会带来不同的烦恼跟挂碍 所以过去活佛恩师在讯文里面讲 佛性虽间烦恼能乱 本有的佛性被层层无名的覆盖 它不能够起作用 然而可庆幸的是 烦恼虽间智慧难破 当我们有心走入修行这条路的时候 我们透过三步离 不间断的听闻各教圣人所留的经典 我们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智慧 然后反文文字性的过程当中 我们依照圣人所说 淡化自己的欲望 慢慢的无名纷纷破 智慧就能够纷纷的显现于外了 所以眼前所懂的 或许没有能力去帮助外在的众生 解决无尽的烦恼 最起码以自己浅薄的一个道学 只要我们听闻圣人的话 能够依教奉行 那么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 烦恼一定是逐日逐日的在淡化 无名轻了 心就轻松了 脚步走起来也会比较畅快一点 要显现这个智慧 他所有的学到的过程 也是过去不间断的跟各位前嫌提到的 以文字薄弱 起观照薄弱 然后一定要入流照性 照到自己的脾气毛病之后 这是自信本无的一些东西 找到了 找到了 就要知过改过 如此循序渐进 就绝对能够在累结的修行当中 我们震入到十项剥弱 有了十项剥弱 才能够起厚德制的方便剥弱 将因地所发的大愿下化众生 就在我们震入以后 可以完完全全的承担起来 所以首要的功夫是明理 明理之后 回光返照 就是教我们要改习性 化病性 唯有先让自己无名去化 性光流露 你才有能力去照亮别人 我要燃烧自己 我要照亮别人 那这个燃烧的点从哪里开始 我们有仔细思维过吗 如果你真的去化无名 让性光流露 在点燃自己的过程里面 你是没有分毫的一个阵痛 没有分毫的一个心情上的一个不喜悦 因为自信当中 没有这些负面情绪的存在 所以眼前的首要的功夫 尤其进入到秋末冬初 收缘改习性化病性 应该是每一个修道的人 他要放在首要目标之上的 有了智慧 对我们自己而言 你才能够面对任何分歧的路 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 人活这一生 你是永远没有回头 重新再来的机会 面对自己宝贵的生命 流逝了就再也不会重来一遍 我们唯一能够让自己不留下遗憾的方法 就是面对每一个选择 都要慎重去做 我们来在道场上面 我们自诩是人天的一个桥梁 那桥的价值在于承载 你要做人天的一个桥梁 那你了解你做人的价值在于哪里 那就是你必须要能够勇于担当 也就是我们在佛规里面讲的责任负起 责任负起不仅仅是代佛工作 如此狭隘的一个目标而已 那只局限在道场里面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家庭、职场、社会、天下 难道没有我们应该要去面对的科目 没有我们要去付出的心力吗 所以谈担当我们就必须去思考 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何而来 我记得过去在活佛恩师的讯文当中 曾经读过这么一句话 他老实讲 在滚滚红尘当中 徒儿们因为无名而产生了千千万万的牵挂 我们的人际关系 常常就是我们牵挂的一个对象 这些牵挂一圈又一圈 一层又一层 把我们的真心给牢牢拴住 以至于 我们困在这些无名当中 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探讨生命的意义为何 所以我们背境所迁 就有了贪嗔痴 就有了轮回 那有没有问自己 当这一个人生舞台落幕的时候 你我的下一个舞台是在哪里 所以生命的可贵 人生的意义 在这个世间短短的数十年的光景 它最重要的 就是要寻求一个永久的归宿 所以我们不断的参班研究道理 为的就是让你我 能够在圣人的意义当中 我们参透生命的价值 对于这个人世间的虚花假景 我们没有多余的一个贪恋 我们所有的重点 就放在复明自信 找回自己本有的智慧 二币四币六币八币十币十二币 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 如是乃至一百八币 千币万币八万四千亩多罗币 亩多罗币就是代表吉祥守 币就是守 守代表妙用 它也有提息的意思 你看观音菩萨历劫基修 正入佛国之后 他的三十二印十四五位 都是为了下化众生 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所起的一个妙用 其实何仅于观音菩萨 过去未来乃至于现在的修行人 我们求正入到 无云涅槃最终的目的 还是希望我圆满了 上求佛道的大愿之后 我回过头来再入生死海 帮助其他沉沦的人 也能够找到一条解脱之道 所以前面的手代表智慧的开启 后面的臂代表无穷的一个妙用 而所有的妙用就是对应 这些人世间的云云众生而起的 所以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懂多少 我们做多少 透过手跟臂所带来一个启示 最起码以我们现在而言 我们要做到言行相应 心口相应 我懂多少 我就勉励而为 不能够只停留在 不断的去听闻圣人的义里 然后自己的脾气毛病 却没有去做任何的淡化 其实说一句良心话 这么多年来 在北部戴德佛堂 清净了各个不同佛堂的道情 从过去十多年前到现在 在我们北部的这个道场上面 我们的浅贤 确确实实在意义的兴修之下 他的心性是渐渐的往上提升 或者当事者不自觉 但是我这个旁观者 却能够深深感受到 前贤们在心性 见次复明的当下 旁边的人所感受的温暖度 是相对的提升的 以我们戴德佛堂而言 这样的前贤 如此剧烈的改变 也不过就是十年的一个光景 就在耳辱木染 不间断课程的信息之下 他自己有了变化 所以我前两天就跟前贤 也提到 分享到这么一个快乐的心得 当然也要告诉自己 当你旁边的人都在白尺杆头 更上一层的时候 那自己呢 当然也要什么 奋力加工 才能够赶得上前贤的一个脚步 所以二目三目四目九目 如是乃至一百八目 千目万目八万四千 清净宝木 目就是眼睛 眼睛能够看到外在的 所有一切的事跟物 这个就是讲我们 你在奇妙用的时候 你有没有随顺的众生的一个根气 随顺的众生的一个所需 适度的满足他的一个需求 所以一般若是实质造理 而这个方便般若是全质 全质造众生的根基 我们才能够因财施教 对方也才能够受用 那所谓的清净宝木 就是讲法眼 这个智慧出来的时候 因为没有我相 也没有人相的区隔 所以看任何一个人 你就能够以一个客观的角度 去做一个分析 当然是我们在讲 因地的凡夫要做分析 果地的佛菩萨 他的心像镜子一样明亮 任何人往前一站 他当下就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提醒我们前嫌 在因地对应别人的时候 尽量用一颗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没有人我相 我们煮饭的时候 我们煮饭的时候用清净心 考量的是班员的一个需求 我们讲课的时候用清净心 考量的也是这个班旗 他该用什么样的文字语言表述 才能够让他们容易射受 容易去什么 去改变他自己 所以在在处处 即便还没有阵入到 菩萨以上的智慧 你没有法眼清净 但是眼前只要淡化了主观意识 也是可以用清净心 去成就别人 或辞或微或定或会 救护众生得大自在 从千手万手到手 头到手到眼 那菩萨是众生的根气不同 累结不同的一个因缘 他们就会视线不同的一个法相 面对那个有苦恼的众生 他就慈爱 他就关怀 面对那个暴恶的众生 习性秉性特重的人 他就现威猛相 因为如果你一昧的慈爱他 用一句台湾话讲 他就叫这囊头千古 他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你对不同的人 你要提供不同的需求 注意这是为了给对方 得到一个适当的教化 而不是随自己的意思 我认为我该对某一个人 我要怎样 对某个人怎样 不是 你要考量的是对方的需求 所以不论是慈威或者定或者会 其实所现的相不同 目的都是为了要帮助众生 让众生也能够离苦得乐 得大自在 所以修行成佛 佛的定义就是拔苦与乐 我们做不了那么伟大 那么多的一个内容 但是眼前周遭 与我们最亲近的人 我们也可以略为去影响他们 改变他们 所以孔夫子八条目 教我们 修身之后才能齐家 齐家就是让家里面的组成分子 透过我们本身的改变 他有所体悟 也愿意调整他个人的一个脚步 所以齐家只能用情 而不能说理 或者 由我文思 拖出六成 如生度缘 不能为爱 所以前面这四句话 还是谈到 观音大事 有反文文字信里面 脱离外境的一个束缚 能所文静的时候 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用 而那个大用就像声音 他是不会因为一堵墙壁的障碍 他就不能传达 他就不能传达 就像我们在楼下嘶吼 楼上也能够听到声音一样 这是代表 果后能够起大用 所以故我能献 一一行 所以一再的强调 这四不四义的妙德 都是透过因地的艰苦修行 才能够起如此的一个妙用 所以我们在讲大圣起信论 谈到三系六出的时候 不是也分享过一个观念吧 自信本来具足一切得用 但是你不修 这些得用就是无法显现于外 所以透过因地的 我们去淡化三系六出 无名的一个困惑 到最后完全把它除去 就能够决心缘 决心缘以后 才能够起什么 起那个向当 以及用当 去献爆化二生 教化众生 所以献一一行 送一一咒 也就是 关机斗教的意思 提行其咒 能以无畏施诸众生 当我们看到观音大事 所视线的那些法相 当我们听到 观音大事 所持念的那些的咒语 都会让我们这些云云众生 在观其象 闻其身的时候 我内在的困惑不见了 我的恐惧挂碍少了 所以事故十方 围成国土 皆明我为师无畏者 所以众生乐见菩萨 也乐听闻 菩萨的一个教化 原因就是 见相闻身之后 能够让自己 去往内心世界迈进 远离外境 所带来的一个干扰 所以自己能够受益了 当然就对于 佛菩萨的教化 会弃而不舍的 所以我们在学道的过程里面 你要建立一个坚定的道心 刚开始一定是有赖前辈者的关怀 让我们觉得修到好 但是我们要想自己的法身 能够逐日的茁壮 那么这个坚固的道心 就不能够永远只停留在别人的关怀当中 才能够呈现出来 而是在我们处于顺境的时候 我逐日逐日的已经了解 了解修行的一个重要 透过自己的一个身体力行 我也知道知行合而为一 所带来的解脱跟自在 我个人得到好处了 我才能够坚定这个道心 不在乎外在环境如何变化 我的心念不改 就坚定走修行的路 那所以我们如果在学习的路上 这个道心不能够从内去扎根 其实三大阿僧奇节的学习 都有可能在某一生 某一次的轮转当中 因为外在环境剧烈的变化 我们就失去了自己修道的一个意念 所以要让道心坚固 也就是依照圣人所说的 实际去引炼 你就能够真正体会出 修行所带来的好处 是没有边际的 参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 清净本根 那这两句话又是谈 透过耳根的反文文字性 震入到唯一宝觉 清净真心 震入之后 所由世界 接令众生 舍身珍宝 求我爱你 凡菩萨所教化的一个对象 那众生都能够深深感受到 佛菩萨的一个慈悲 感受到佛法的一个重要 所以对于身外之物 他没有再多的一个贪求 他知道修行的一个好处 以及重要 他就愿意发心供养菩萨 希望走修行这条路 就像老子里面 不是有一篇经文在讲吗 给我三公 给我四马 都不如坐入此道 这是真正对道 有体会的人 所发出的一个真实的言句 那佛是如与者 实与者 信佛所说 人生就没有遗憾 四者 我得佛心 正于究竟 其实这个得佛心 就是因地的一个起修 到果上的一个成就 之后呢 就能以珍宝 种种供养十方如来 放极法界六道众生 那这边所谈的 就是一旦上求佛道之后 下则要去度化 有缘的一个众生 那这个珍宝是从哪里来 自信 含藏一切万法 一切法从心相生 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不可思议的一个妙用 只是因地凡夫 被无名障碍 所以不能显现 我们只有靠累结的一个机修 我们才能够体会出 为什么叫做 从自信里面 就能够去供养十方的一个如来 去责疾法界六道众生 其实这边谈的是法供养 并不是要在金银珠宝上面 去大做文章 人人如果能够负名自信 你就没有六道轮回之苦 你没有六道轮回 无此色身 你哪需要金银珠宝 来维持一生的运作 都不需要 所以这个谈珍宝供养十方如来 他讲的是自信里面 所含的得用 因地的累结机修 果上成就了 我们就取法如来的脚步 延续他们广度 有缘众生的一个大愿 是诸佛的愿 也是你我的愿 所以求妻得妻 求子得子 求三昧得三昧 求长寿得长寿 如是乃至 求大涅槃得大涅槃 这一段经文谈的就是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只要走修行的路 绝对可以心想事成 为什么 所谓的心想事成 我们在因地的凡夫 我们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色身的一个健康长寿 想的是衣食的无缺 想的是家庭生活的圆满 不论从物质上 从精神上 我没有任何的一个匮乏 12月的街道欢喜班 谈的不就是健康长寿吗 那你我从天而来 最早的时候 不曾有过这些的 衣食财务的一个欠缺 那为什么在六万多年轮回之后 这些的烦恼 不断的迎面而来 不仅是我有 别人也有 原因在于哪里 德伯 所有身外之物就是福 德伯福就浅 无德就无福 所以一个人 他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崩坏 一个人物质生活的一个匮乏 一个人不能够健康长寿 都必然有他累劫当中 所埋下的一个恶因 那我现在要发心改过 要改头换面了 我改变了我自己 我发扬了我本有的一个德用的时候 我就能够从德伯变成德后 所以为什么我们进入佛堂 都教各位浅显 你未曾佛道要去广结善缘呢 不仅仅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在你不失度尖贪的时候 灭去的自己的无名 你本有的德才会显现于外呀 所以七子长寿是世间法 三昧大涅槃是初世间法 走修行的这一条路 佛陀讲了五圣佛法 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佛 这是四圣法界 初世间法 那有一些人只是炼卷在人世间 希望坐永金山银山 长命百岁 像一个逍遥的日子 你也必须从修行当中 才能够去心想事成 所以世出世间法 不离因果二字 因就是德 果就是福 我赔德 我就有福 我缺德 我就无福 所以王凤一言行录也讲 性是因 命是果 什么叫做命 命是寿命 我的长相 我的知识 我的健康 我在人世间所有的一切 都是命 那这个命从哪里来 从累劫是否有机修而来 所以修行是因 得福才是果 这也是儒家 孟夫子所讲 修天觉 则人觉 至也 所以你来到人生 走入修行的这条路 别人是鱼与熊掌 不可兼得 鱼代表世间法 熊掌 给他代表初世间法 你我在家修 却可以透过修行 鱼与熊掌 兼而幼之啊 鱼上可以回馈父母 生育 养育 教育之恩 鱼上可以庇佑 自己的后代子孙 请问你 这不是圆满世间法吗 所以要想心想事成 依照圣人所说的去做 你绝对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他是有他的利论 这个利论在三教圣乐经典 腐蚀可见也 被佛问圆通 我从耳门 圆照三昧 圆心自在 那释迦牟尼佛 问我们在因地修行 是透过哪一个方法 去入流照性 被诚合觉 关于菩萨讲 我是透过耳根的 我耳根入手 振入到自信之后 我就能够圆心自在 这个圆就是随缘起大用 前面讲的三十二印 十四无畏 四不思议的妙德 任运度生 该以合身 得度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而你我现在显然有很多的不足 不足是正常的 因为还在学 但是慢慢积修 不足的地方 一定会逐次的一个递减 因入流相 得三摩地 成就菩提思为第一 这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字述 我透过耳根的反文文字信 入流往所 所以得三摩地 得三摩地 就是正入到智慧 正定里面了 也表示他已经成就了 自信定 自信慧 成就菩提 智慧现前 思为第一 这是观音菩萨 他强调 从耳根入手 正入到自信 他才能够发挥 如此多的一个妙用 相较于前面的二十四圣 所讲的 各个都有不同 观音古佛 观音古佛是从耳根入手 对世尊 必佛如来 叹我善得 圆通法门 于大会中 授记我为观世音号 那这个世尊 指的是 释迦牟尼佛 必佛如来 指的应该是 古观音佛 赞叹 观音菩萨 因地修行 能够有如此的一个成就 因为是从耳根入手 所以 千处祈求 千处献 闻生就苦 所以古观音佛 就为观音菩萨 赐了观世音号 这个善得就是 可以事半功倍 我一贯道弟子 透过求道 可以从根本处去入手 这个先得后修 跟先修后德 他确确实实 有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 一个效果存在 你先修 如果修的过程里面 没有抓住重点 忙修瞎恋 误入歧途 他就危机重重了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 佛在灵山莫远求 所有的学习 都是对自己下一天猛要 改自己的习性跟秉性 然后发扬自己的一个得用 这个叫做称性其修 所以我们进入佛堂的时候 一直教我们要盖习性 要化秉性 因为习性 秉性不是你的本来面目 那是一个染污 那是一个障碍 有他们的存在 就会让你的真如自性 不能够发挥他本有的一个妙用 所以有一个一开始的起修 就如此的正确无恶 他减少了多少摸索的一个什么 费时跟费力 是真正的事半功倍 由我观听十方圆明 故观音明骗十方界 观音菩萨从耳宫入手修正 任何人如果忠心祈求观音菩萨 为他解决烦恼 那么观音菩萨都可以闻身救护 所以观音菩萨的名号 遍及一切处 那这一段经文是强调什么 强调要心量广大 你要心量广大 你就不应该有分别心吗 你说观音菩萨因为正果了 当然离开分别 可是他果地上离开分别对待 不也是在因地的时候 淡化他的一个我值吗 他才会有如此广大的心量 能够将自己 托付给所有的友情众生 他们有需要 菩萨就不辞艰辛 行身救护啊 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 反文文字信入流往所之后 后绝早上就想到了 这些的一个自我的感觉 提供给各位前嫌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 你从二十五圣 或者观音菩萨的耳根源通章 他们其实共同提到了一个地方 那就叫做回光返照 也是我们常讲的对号入座这四个字 然后在回光返照的过程当中 切记要用剥弱症起观照 所谓的剥弱症 就是在我们没有负名本性之前 你用的是佛陀圣人 所交给我们正确的观念 在往里面减点自己 如果你用自己的人心 你是没有办法做出 一个正确的改变的 不可能 因为人心有我 在面对自己任何不当的行为 他出于保护自我的本能 他会合理化自己的作为 所以你照到最后 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你永远不见己过 所以你不论修多久 你最终是一成不变 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谈般若症 就是透过三不离 圣人的一个教化 圣人告诉我们 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 所以在减点的过程当中 你要放大自己的错 你要缩小别人的不对 放大自己的错 会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更勇于去承担 缩小别人 是让我们不去见他人过 不间断的在实体上课 在网路上跟各位前嫌做交流 鼓励大家听道理 目的就是为了反省 而这个反省还不是概括的反省 而是细节反省 听道理的乐趣在这里 透过台上前嫌的一个开示 我逐字逐句的往里面的内心事件 去做一个检点 要让检点有一个良好的结果 它的基础就是不欺骗自己 不欺骗自己 就是儒家讲的诚意 你在反省的时候 干干净净的 不把别人放弃 你一心一意 只观自己的过 然后不论那个过错 多么的微小 你都要勇于去认错 所以任何一个在因地修行 到果地成就的人 他的入手功夫 工具或有不同 但是回光反照 反文文字性 是绝对必要的一个科目 第二个放下 这边的放下 不是教大家 放下你的情爱 你的名利 这边谈的放下 就是放下自己的主观意识 离开了主观意识 你对于名利 对于情爱 你就能淡然处置 离开了主观意识 你才有可能做到不见人过 因为当一个人主见太深的时候 在在处处 总觉得自己想的 自己做的都是对的 修道本来是要走入到人群当中 去广结善缘 但是主观意识太强了 在人情当中的时候 就很容易的 因自己的主见的作祟 角度的一个偏颇 你就在恩怨情仇当中 打转跳不出来 在我是你非 我对你错当中 不断的一个争执 所以这边谈放下 就是鼓励大家 放下自己的主观意识 以你我在家修而言 夫妻之间 若是一方不能懂得放下 久而久之会伤彼此的和气 他就成为怨偶 同修盗伴 朋友之间 你不懂得放下 那么就会彼此互相折磨 因为会在言语行为上 因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 他就容易起摩擦 我们做事情 如果不能够放下 自己的主观意识 你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心甘情愿 因为你认为 都是我在配合你们 你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所以对号入座之后 先学会放下主观意识 最后 叫做入流往所 所谓的往所 就是教我们 不要受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 纵然处在逆境当中 也能够让自己的法身 逐日的茁壮跟成长 你没有任何的怨言 大家喜欢讲八风不动 你往所才能够做到八风不动啊 我们常说一句话 讲的很美 哎呀 生命有深度 生命有它的宽度 有它的广度 那这个深度 这个宽度 这个广度 是要如何历练 才能够开发出来的 你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不愿意去承受 那外在的一个困难 你遇到任何的挫折 你就畏缩了 你要如何展现你的深度 你如果没有外在人事物所带来的打击 去锻炼出你的一个韧性 请问你如何有能力 去开拓你的广度以及宽度 这话不是用讲的 讲再多美好的词句 却不能够锻炼出来 这一生的好本事 那就是吃东西不消化 吃了又有何意呢 其实我们落在后天的环境当中 辟之佛 独觉 是在无佛的一个时代 透过大环境的一个视线 他开悟的 他正果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乃至于其他人所处的这个位置 你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你在后天当中 不离阴阳的一个对待 何谓阴阳 四季的一个轮转 日夜的一个交替 容跟枯 顺跟腻 健康与否 生与死 凡所有像都是虚妄 世间所有可见的一切万物 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那你我处在后天当中 你怎么能够免于这种循环跟变化呢 所以你不可能一生一帆风顺 你也不会那么凄惨 永远处在逆境挫折当中 那面对所有这些外在迎面而来的挫折 圣人告诉我们 所有的磨炼 其实是一个炼经石 你只有处在这个问题当中 你超越这个问题 你克服这个问题 它才会激发出我们的智慧 才才能够显现出我们的耐力 还有我们的火候 火候就是修行程度的高低 我们或许还可以把它引申出来 不是讲我们的自信 入水不腻入火不焚吗 它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就是在一切静的 不论它有再巨大的变化 这个自信是如如不动的 其实谈我们不受外境影响 也不过就是再一次的告诉前写 八风不动 也是在历次的锻炼当中 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成绩 这是后学读完了观音菩萨耳根元通章的时候 心里面所带来的一个想法 跟各位前贤做一个分享 耳时世尊与狮子座 从其五体同放宝光 观音菩萨讲完以后 释迦牟尼佛接续的动作 这个五体就是全身 也就是全身放光 远观十方 违尘如来及法王子 诸菩萨比 佛的一个放光 不仅仅是局限在 原福提的众生 乃至于宇宙十方的 佛国净土 同样也接收到了 佛陀放光 所带来的那种锐印 都看到了 所以彼佛如来 异于五体 同放宝光 从围成方来灌佛顶 其他佛国净土里面的如来 也同时全身放光 光从远方来到了什么 这个南岩福提的 佛陀讲经说法的 法会的地方 并灌会中诸大菩萨 及阿罗汉 释迦牟尼佛放光 十方如来也放光 他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代表佛佛道同啊 不但诸佛所证的是平等 都是回归到自信 自信是圣不争 凡不减 何来差异呢 诸大菩萨及阿罗汉 在因地所修 用的方法或有不同 但是殊途同归 都是为了振入到 自己的真如自信 所以灵目尺寿皆言法音 交光相罗如宝丝网 这是在解说 当佛陀放光 十方如来放光 所展现的那种 吉祥的一个瑞相 连那个无情的灵目尺寿 也能够去演说法音 表示有情无情同聚种性 道生天地万物 所以有情无情 同样都是道所创生出来的 所以看到这么一片吉祥的 一个瑞印的时候 世诸大众得未曾有 一切捕获金刚三昧 所有与会的人 都感受到了 在当下的时候 就能够去振入到金刚三昧 也就是自己的常驻真心 注意这个是当下 这是仰介着佛菩萨的微神力 当下能够振入 那最终还是靠自己的身体力行 才能够实际上 寻回自己的本来念慕 彼时天语 百宝莲花 青黄赤白 尖措分柔 分柔就是很多的意思 十方虚空 成七宝色 不但放光 而且有情无情 可以演法阴 天上还降下了 百宝所成的那些的莲花 来供养人眼法会上的一个圣众 因为有这么多的莲花降下来 所以整个天空也被染成了七宝之色 这些坛外境的一个殊胜 而此娑婆界大地山河巨石不现 这个五着恶世啊 这个地球一刹我之间不见了 它是表法 表示什么 望尽还原啊 所以围见十方 围成国土 合成一界 一界是一真法界 十方佛国 合成了一个世界 一真法界 所以佛华里面讲 生灭灭予 极灭现前 这是就我们个人而言 当你正入到真如自信之后 那何来的人我之国 何来的此佛徒 比佛徒之别都没有 所以凡被永歌自然复奏 第三界有二十八天 那同时就演奏这些天乐 来赞叹诸佛 都感觉到这个瑞相很稀有 所以于是如来告文书 是立法王子 如今观此二十五五学 诸大菩萨及阿罗汉 各说最初成道方便 文书是立法王子 也是与会大众之一 他是过去欺负之师 智慧第一 所以佛陀就委托文书是立 一个责任 他说你已经听完了 这二十五位无学的人 他们说他们成道的一个过程 皆言修习真实缘通 彼等修行实无优劣 前后差别 这二十五圣的修行 也没有好坏之别 都没有 但是我经预令阿难开悟 二十五行谁当其根 二十五种修行法门都好 可是我现在要让阿难以及与会大众 能够是所谓的事半功倍 那二十五圣当中 哪一个人所讲的修行法门 是最契合阿难以及与会大众 坚我灭后此界众生 入菩萨圣求无上道 乃至于当佛陀灭度之后 原福提众生 有意行大圣菩萨道 正无上道的人 何方便门得以成就 要用哪一个人的修行法门 才能够让他们快速成就呢 这是释迦牟尼佛 为由文书施力菩萨 他去做一个抉择的 那抉择如何 我们在下一堂课再来继续 在上一堂课的尾声 我们谈到了释迦牟尼佛 在听完二十五圣 因地修行入手的工具之后 就委托与会的文书施力菩萨 将二十五圣修行的方法 做一个所谓的评比 评比的目的 是本来既然修行成就了 他也没有好坏之别 但是为了要让阿难 还有末法时期修行的众生 有一个事半功倍的工具 作为修行的一个衣持 所以就必须要让文书施力 去做一个检则 然后再由佛陀来加以应可 文书施力法王子 奉佛辞职 即从做起 顶礼佛族 成佛威神 说祭对佛 那接到了佛陀的一个要求之后 有命不敢为 接着文书施力就讲了一些寄语 来将他自己的一个心得 做了一个阐述 绝海信成员 绝海谈的就是你我本具的佛性 也称之为绝性 只是这个绝性里面含了如实不空的信德 就用人世间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大海的像 来做一个比喻 比喻他什么 他的一个体大 还有他的用大 一心有三大 加上相大 性成员 这个自性 本来是一尘不染 一念不深 一法不立的 所以不会受外在任何境的一个变化 所影响所左右 这个叫做成战不动 具足一切得用 如实不空的信德 这个叫做 这两个字和为 就叫做成员 原成绝原妙 原成 自性虽然本来是 具足一切得用 也可以是随缘不变的 不受外境的一个干扰 绝原妙 就是自性是本明 本妙 道本不用修 那为什么还要修呢 因为受到污染了 所以绝原妙强调的是 自性本来清净无染 不修 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欠缺 而我们不修 是他虽然在 但是不能够起妙用 被无名给覆盖了 所以这两句话 是形容我们的真如自性 异心有三大 被原民照身所 所立照姓王 本来不修 也没有丝毫欠缺 那为什么现在 必须修 才能够起大用 后面谈的这十个字 其实就是讲三系六处 谈的就是我们沉沦的一个开始 原民 决性本明 里面本来没有一物的 只是因为一念不绝 一品身相无名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个本明的佛性当中 他本来无一物 无名却让我们欲有所见 所以这么一个虚妄 有所见的妄念 就会起了一个妄用 就是本来无我 有妄念就有了一个什么 有了一个见分 然后有能见的见分 就有相对而立的 所见的那个妄境 叫做相分 有了三系的无名之后 后面的六处 就绵绵不绝相续而生了 他才有了六道沉沦之苦 这原民照身所 所立照姓王 一旦有了能见的见分 有所见的相分之后 能所一立了 所立照姓王 原民的本性就隐而不显 称他为王 并不是他不见的 是他不能启用 就等同死了一样 他不能起大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 你难道不要在当前 跟进相遇的那一刻 圣心念与隐为吗 最原始的一品身相无名 是等觉菩萨才能够去扫除的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染污是日益加重的 面对于自己现在修行的路 难道不要对每一个心念 都谨慎护持 为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除马 我们后面不要加重染污 我们前面的开金 批击才能够 尽速地达到一个源头 所以迷惘有居空 依空立世界 因为有一个无名的染污 所以从真起望 愿假为真 就有了世界 世界是代表什么 无情的 依报世界 众生代表有情的一个正报 还有业果三种相续 我们一开始读《人言经》的时候 在第一册里面就提到了 空悔暗中结暗成色 本来是一片朗线的虚空 因为一念无名的覆盖 有了能见的望见 有了所见的境界 境界相 所以本来的清净无软 就变成了有花有月有楼台 所以依空立世界 这依空立世界 就是这个无名的染污 反反复复的作用 就很像我们在 在天空之下 瞪着虚空在望 看久了以后 在本来无一物的虚空当中 你就感觉上 好像天空有朵朵的什么 所谓的花朵的一个掉落 这些经文都是在唤醒我们 对于前面一侧二侧 佛陀所讲的道理 我们忘了没有 结案 沉浸 对不对 沉浸就是有了什么 有了色法 外面的一报世界 是地水火风组成 我内在的这个色身肉体 也没有离开四大 这个叫做一空立世界 这个就是将一个真空 就转成了顽空 顽空就是有虚妄的东西 掺杂于其中 想成成国土 知觉乃众生 这个妄想不断的一个凝结 凝结就是 如同我们现在 如果面对自己的一个妄念 我们没有适时的 画上修指符 反而反复复在想的时候 就会推动我们的肢体 做出一定的行为 去配合自己的想法 所以当你这个妄想不除的时候 净则成无情的国土 山河大地不能动 他一动 我们就无立足之地 然后在这个国土当中 有那些有知觉的人 知觉乃众生 他就称之为众生 也就是有情众生 所以国土是一报 众生是正报 这些有没有 本来都是没有的 就是因为 无明的见分 有能见的妄念 他就有相对而立的 相分为他所见 所以见分相分和和 就凝结出了一切的色法 所以四大 地水火风本来无知 透过那一点有知的星星 他就变成有知了 星星本来无形 透过四大的一个相伴 他就成有形了 你就看看自己的这个色身肉体 你就知道了 这个所谓的四肢百害 如果没有那一点灵光 请问你 它怎么能够起作用 而也透过四肢百害的作用 我们就知道那一点灵光 它干净不干净 如果我们都想坏的 说坏的 做坏的 那所行诸于外的 别人所见的 就是十二不赦的人 他就代表星星的一个沉沦 一个染污 无以复加了 所以空生大绝中 这个空是指完空 众生被染污以后 所唤起的那个完空 这个完空如海溢偶发 刚刚讲绝海 自信像大海一样 那么这一个妄念 这一个凝结出来的 妄想的完空 它就像在大海当中 突然出现了一粒水泡 一样 藕就是水泡 然后有肉围成果 皆依空所生 水泡它是唤起 也会在一瞬之间 化为乌有的 生灭的东西 本来就不是长存的 然后就在这么一个 唤起的当下 有肉的围成果 有肉指有情世界 世间也就是众生 然后围成果 国就是指气世间 无情的世间 今空所生 都是因这一点 妄想 所起幻化的完空 才能够长住 所以我们的 妄不去 它就真不显 这个妄不去 你就永远把你周遭的人事物 当作是真实有 而希望牢牢地 攥在自己的手上 这些都是来自于一个错觉 主观意识就是错觉 本来无我 何来有主观意识 主观意识的形成 是累积在不同的环境 染污所造就出来的 永远站在那个 我的角度去思维 去看待 所以你不去依着佛所说的 去放下自己的主观意识 你就不可能放下 这些因为无名幻化而起的 有情世间 无情世间 你想永远跟他们长相厮守 那最终害的就是自己 所以后学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反反复复一直在思维 因为就这么寥寥的几个字 就把我们从天而来 却无法回天而去的一个过程 阐述的如此的精简恶药 所以你在学到的过程 懂得再多 如果不能够去依教奉行的时候 佛陀在后面的经文就讲阿难 序文就成为过错 你懂再多 也不过是能言善道 却不能够去淡化自己的一个烦恼 一个欲望 佛法再多又有何意呢 因为迷征才会起望 如果我一念的回光返照 入流亡索 唯有那一点灵光是亘古长存 周遭的一切外境 因缘和何之物 插挪之间化为乌有 顽空不见了 依顽空所立的 有情众生 无情的依报的世界 他也一并消失不见了 旷富诸三友 诸三友谈的就是三界 六道 何来的三界六道 形体不同的众生 何来的不同的国土 恶鬼道有恶鬼道的世界 地狱道有地狱道要面临的困境 身为人道的众生 我们所依存的这个世界 不是也随着个人福报的多寡 而有感受不同的环境 所带来的煎熬跟挑战吗 这些本来都没有 只要你能够不间断的回光返照 你就能够看破这些妄想 所谓的看破 一定从代字去入手 你知道何为本何为末 何为真何为假 你就知道重本清末 你就会去追逐那个真的 而把旺的东西 虚旺的东西 慢慢的把它置住脑后 于是修道就见有所成 法乐就见此而生了 所以归缘性无二 方便有多么 归缘就是达本还原 透过因地的累结修行 复原的本来面貌 华言经讲漫 望尽还原 回到源头的时候 胜不争 繁不减 同一个真如自信 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个叫做平等 归缘的方法 就是要复明本讯的方法 是很多的 八万四千法 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 在我们儒家的经典 大学上面不是讲吗 圣人圣心念于隐为 贤人屈生物于昭著 不论你是屈生物或者圣心念 一旦达本还原 殊途同归 负明本性之后 它有差别吗 没有 没有差别 所证入的那一个 本庙 本名的真如 是平等无二的 但是修行的法门 会因为累结的因缘不一样 它就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要互相礼敬 互相赞叹 只要依循着圣人 所教的方法修行 我们都要赞叹 所以圣性无不通 顺逆皆方便 圣性指的是 前面二十五圣原通章里面 有二十五位大圣者 将他们在因地修行 他的工具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说 他们透过这样的修行 震入到这个原通 那这些顺逆皆方便 何谓顺逆 对机为顺修 不对机为逆修 在我们看来 有什么东西 好像哪一个比较合适 哪一个不合适 但是就这些圣人而言 他们都是从这些 我们认为不合适的地方 他们去修到成功的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二十五圣原通章里面 他有用了六成六根 还有用到六式 可是人言经一开始就跟各位前贤讲了 他的宗旨就是教我们舍事用根 可是有六位大圣人 却偏偏从六式当中去成就的 那为什么 因为根气不一样啊 对于立根气的人而言 何来顺逆之别都没有 都可以成就他的 可是冒法众生 我们为什么会轮到这个时候 还没有达本还原 历经那么多诸佛如来的接引 我们还在生死苦海里面沉沦 原因就是根气不够 不够力啊 因为不够力 所以大圣人 无顺利之别 于你我凡夫而言 他确实有 对积跟不对积的 一个差别啊 所以初心入三昧 持宿不同轮 初心至 顿跟刚刚发心走修道的人 他要正入到守能言大定 这边入三昧是要成佛的意思 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 这个欲界的定啊 或者阿罗汉的灭尽定 不是 他谈的就是守能言大定 对一个刚发心要走大圣菩萨道的人 他要成就无上佛道 如何在三大阿僧奇节当中 他能够事半功倍 快速成就 那么拣选一个 最适合他所用的方法 是有必要的 所以对于根气力的人 没有差别 可是对于你我而言 这个工具好不好用 确确实实 攸关我们将来的成就 在修行的路上 会不会旷费时日 徒劳无功啊 它是有差别的 所以法法平等 本来没有任何的一个不一样 可是就末法而言 各位前显 一贯道的修行法门 他让你一开始就能够握住根本 你不用去摸索 你就知道该从哪里去着索用功 他就有他的一个重要性 这也是上天 在飞时不降的末法当中 大到应运而生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所以第一个就谈到了 从六层里面去做探讨 色想结成成 经了不能测 谈幽波尼沙陀 他是透过观色尘 色性空 缘起无自信 他了悟 然后他振入到自信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提到了 这个四大的色法 他是一个妄想心 凝结而成 讲无名三系像的时候 在本来无一物 因为一念不绝 他有了见分 有了见分以后 又什么 有能所对应的那个像分 于是六出为原有没有 就开始不间断的 就有了这些的幻境了 所以这个叫做色法 是妄想凝结而成 有了这样的一个色法以后 我们不知道 他是妄心所生 我们就坚固执着 他是真的 就障碍到我们 最起码六根本来没有障碍 可是因为对六层的一个认假为真 你把六根的功能 都已经局限住了 所以六根就不能够互用 可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于幽波尼沙陀 这样的一个尊者 跟气力的人而言 他可以透过观照 他了悟 他看破他方向 可是出发心的人 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吗 这个精了就是 能够看破一切外境虚暇的那个智慧 我们不足 我们到现在只能够了解 它是因缘和合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下金刚经后面 造法众生的一个根器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他照见这些色法 他无法理解 他是妄想所生 你要叫他观色性空 以此作为修正原通 入门的方法 他怎么做得到呢 这是第一个 破六成境 色成 第二个 因生杂与盐 但依明俱味 焦尘纳的生成 焦尘纳是听闻佛陀的四圣地 他开悟的 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到了 吴比丘其中的一位 他就开悟了 那听闻佛陀的义礼 这个因生里面 他涵盖了很多的字跟句 明俱味 少字约明 多字约句 很像我们讲的造词 造句 造词可能两个字 四个字 造句就一定一连串 然后这一句话 他要解释的意义在哪里 叫做为 也就是 这个生成 他的一句话里面 他涵盖了多方面的一个要素 一非含一切 云和或圆通 他不是一句话就代表所有的意思 就像我们从头研究到 人眼镜到现在 进入到第三侧的尾身 佛陀只有讲一句话 我们就明白了吗 应该不是吧 不断的反反复复的铺陈 我们偶尔还会有 忘记前面所叙述 好像现在又在重新在学习的感觉 这阴生不是最圆满的 他一句话不能代表一切 所以这叫 一非含一切 那以这样不够圆满的阴生生成 你要去让众生去速速的震入圆通 他难如登天 他不容易 你就譬如我们来讲听道理 你看我们道理反反复复在讲 大圣起信论 人眼经 谈经 其实照理讲 如果你读完大圣起信论 或者谈经 你读了 这个人眼经 你读了前面的一二册的时候 你回过图来看谈经 他应该是非常轻松自在的 可是我们问自己 我回过头来读谈经的时候 我真的对那里面 治理行间 意在言外的道理 我可以阐述得很清楚吗 尤其是跑到后面的顿剑章 然后护法章那些的 有很多佛学的基础在里面 我们研读了这些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些 真的完全明白吗 那一定有进步 但是要达到通测明白 他确实还有一定为难的地方 他就代表了 阴身不是最容易震入 圆通的一个工具 相以何中之 离则言无有 相言同子 对应相成 他才开悟的 这个相成就是谈到外面的一个 色身香的那个嗅觉 嗅觉是一定是鼻子对应 香也有臭啊 对不对 他有赖鼻根的一个合作 才能够去展现出外面的味道 这个气味是香的是臭的 如果鼻根的时候 有鼻根 但是没有外面的这些气味 请问你 这个鼻根 可以感觉出那个味道吗 绝对没有啊 所以鼻根的一个存在 它的功能对应相成 是香成的有无 透过鼻根 去展现出来 如果没有香成 土有鼻根也没有用 那如果只有气味 而没有鼻根 它也没有用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鼻根 对应外面的气味的时候 它不是外面的气味 它也很久存在 那既然不能很久存在 就不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外境 而带来修炼的一个成功 它就不适合我们末法 根气顿裂的众生 作为正入圆通的一个根本 所以畏性非本然 要以畏时有 要往要上 两位菩萨透过卫尘 那这个卫尘就跟前面的香成一样 卫尘要透过蛇根的 没有蛇根 它有味道吗 卫尘本身是无情的东西 有蛇根的存在 才能够知道这个卫尘 它是什么味道 相对的如果没有卫尘的存在 蛇根也无有所觉 所以就跟香成一样 这个不恒常存在的东西 怎么能够作为正入正常的一个根本 畜层 畜层就是生根去对应的 畜以所畜名 第一个处谈的就是畜层 所处谈的是生根 一定要有生根跟外面的畜层做对应 我才能够接收外境所带来的感觉 就像今天的台北 湿冷 湿又湿又冷 温度降到大概十二三度左右了 那体感温度可能更冷 那如果没有身体去接触到外面的冷风 你就不会有这些冷啊暖的啊 这种感觉出来的 所以畜层要跟生根合 没有生根就没有感觉 就跟前面谈的气味的香成 还有味觉的味成一样 你要仰赖那些六根才能够起作用的 要不然就不能够有所觉 那这个不是常在的东西 他就不能够帮助我们 很顺利的振入到原通 然后法称为内成 磨合家设尊者的法成 平成必有所能所非遍色 云和或原通 前面的色身香味处 谈的是外成 外在的一个境界 法成它是落在第六意识当中 它是属于内成 它是前面的五成 在过去的时间 透过眼耳鼻舌声 我们接触到讯息以后 当下的感觉落印在阿赖耶士里面 这个叫做内成 这个叫做法成 所以跟着感觉走 就是跟着无名走 你不知道它是虚妄的 不知道它是因缘和合的东西 认较为真的 才会对境深情 所以情世的作用 你还跟着它走 那长期以来 它就会让我们 一世下地狱了 所以内成 法成的产生 它一定源自于 有外面五成的 落泻的影子而有 如果没有外面的五成镜 它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内在的法成可言 所以外成是能泻 它落泻下来 它留下的印象 内成的法成 是对外境落泻的影像 所起的分别 它叫做所泻 那外成有色身相味出五种 五种外成 不会一时之间俱到 它一定有先后之别 那当我们动心 要源外境的时候 你也只能针对一个境 你不是骗及一切尽的 所以能所非骗射 这个能泻的外成 还有为它所泻的内成 它不是普及一切处的 既不能普及一切处 原者就是没有欠缺 它又怎么能够帮我们 正如 正如 正如到原通呢 这一段经文就是在Paul 对于六层镜的修行 文书实力法王子 他认为不适合末法的众生 当然也不适合阿难尊者 接着谈六根 六根一个比较 他说见性虽动然 我们的见性没有任何的欠缺的 没有远近之别 但是若在阴地的凡夫 有了六根以后 把假的外成镜当作真的 指六根为真的 所以本来可以互用 本来无所不见的这个眼根 它的功能就受到局限了 前面不是有提到 八百功德跟一千两百功德 以六根做一个比较吗 所以我们的眼睛 明前不明后 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 四为亏一半 四为就是四方啊 你懂只能各见一半而已啊 所以眼根的功能 它不周全 你如何依此工具 正入圆通呢 其实六根都差不多了 意思都一样 鼻息出入通 现前无交气 支离匪射入 云合或圆通 鼻根 鼻根是我们吸气 呼气的一个什么通道 但是这一口气进来的时候 它中间没有一个交接的地方 然后这个进来跟那个出去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片刻时间的一个停留 这个叫做支分离医啊 这个工具不是完整无缺的 所以这个进来出去的时候 各位前嫌 它不能混杂 它是进来就进来 出去就出去 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交汇的 它是有隔离的 不能互相摄入 那它就有它的不圆满了 所以不适合作为修炼的工具 蛇飞入无端 因未生绝了 交贩婆体的蛇根 这个蛇头要尝到一个味道 无端就不是无因而有啊 它必定是有外在的味尘 跟我们的蛇根合在一起 才有能觉得蛇根 以及所觉的一个味道 这个叫做因未生绝了 未亡了无有 没有味道了 你就没有能觉 也没有所觉啊 所以初学者 如何能够依此生命无常的 这个蛇根来震入到圆通呢 其实这些都是表法用词的一个美 它真正的原因 我们在前面谈六根的功能的时候 就已经跟各位前贤提到 耳根是最圆满的 其他的功能都有欠缺啊 分于所处同 各非圆绝观 谈到必灵 牵颇携脱的生根 生根也要有一个外在的促成 才会有顺利 冷热 好坏的一个感觉嘛 所以它也是必须有依赖外境啊 所以各非圆绝观啊 那谈生根 谈促成 它都不是圆绝 都不是圆观 意思它不会永远存在的意思啊 你促成不会永远存在 那你生根能够绝处的那个能力 它也就不存在了 癌量不明晦呀 癌量是讲 生根属于友情 促成属于无情 那一个有之 一个无之 这两者之间 就没有交汇呀 云和或远通 那你要如何透过生根 去振入到远通呢 根杂乱丝 占了中无间 这边的枝根 各位前要去注意 他谈的是第七世 那前面谈法成 这边不是应该谈第六异世吗 其实他也没有离开第六异世 因为第六异世 是依第七的异根 所起的一个分别啊 所以战了中无间啊 我们的第七 第七的异根 它有一个特色 讲三系六出的时候 不是有讲吗 它有一个相续相 当它圆成的时候 它的念头就会相续不停了 前念后念不断的在变呢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本身很矛盾 这个矛盾的意思 就是我前面所想的 跟后面一个念头 它明显的是有冲突 是有对立的 这都是因地凡夫的 一个共同的困惑啊 所以战了中无间 你不可能依着第七的异根 去振入到原民的决心 因为它变化无穷啊 它念念相续不停啊 它是要累结基修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破除的 所以想念不可脱 云和或原通 第七式的念念相续不断 这种杂丝妄念 也不是你一时之间 就可以扫除殆尽的 所以有妄念的一个覆盖 你怎么能够透过它的一个修为 而迅速震入到原通 所以你看我们在破这三系六出的时候 是不是先破第六式 可是你第六式破了 你第七式的坚固执着还是存在 可是你破第六式就已经具足 跳出六道轮回的一个条件了 就可以利于不败 再来的时候学习是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正入到无上佛道的 所以第七的一根也不可以作为修行的工具 接着就要谈六式 那因为这个六式 不是我们可以在短短十分钟解释完毕 所以我们留在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贤分享 它中间才不会中断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